第一发术 在后景区前下方15度的位置 取一个八字形的发术进行修剪 在鄂线前上方15度的位置 修剪出一个包勃基本发型 修剪时应结合头部的圆弧度进行造型 请不要向前方拉出的过大 第二发术 分别取约两厘米的发术 第三发术 不做提升向正下方梳理 第四发术 梳理时 由于是要进行板式修剪 所以要梳理出 与头部圆形构造相一致的发式形 注意保留适量的角度 第五发术 与侣侧发术衔衍衔衔衔衍衔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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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衔�position 与侧发术衔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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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衔 소 请一定要对耳后方的后脑部 左右侧头发的长度进行确认 确认其长度相一致以后 再进入下一步的修剪作业 第六发术 剪刀插入侧的头发容易剪得过长 这一点请注意 修剪过程中 起到引导作用的发术的丢舍方法 拾起方法 内外定型 90度梳法 Overdilation将发术向前或者是向后修剪的方法 提拉法都是修剪的时候很关键的动作 请在本发式的实际修剪过程当中学习这些技巧 这样就形成了后脑区的最终发术 至此后脑区修剪门地 Pot 为了令左右两侧都能够以同一角度向前突出 请对各发术的长度逐一进行确认 侧发区的第一发术 发片会停留在前下方15度的位置 在前下方15度的位置跟发片以后 正中线处 发术会呈平行的状态 其幅度会相一致 分量也会变得很均匀 后脑区的发源线 要作为引导基准线进行分取 发术不做提升 也不拉向前 而是向正下方梳理 做一个向前上方倾斜15度的发线 为了令左右侧能够相对称 修剪完第一发术以后 应该立即的修剪另外一侧发区的第一发术 提拉发术的时候 左手的手指头不能离开头部肌肉 第二发术 侧发区将会成为后脑线的延长线 第三发术 为避免后脑区和侧发区的衔接部分出现断层漏洞 同时还应该注意拉发术时的强度 第四发术 注意不要用力拉发术 为了令前额区也能够成为侧发区的延长线 修剪的时候不是将头发拉平进行修剪 而是要沿着头部的圆弧度进行修剪 在头部附近工作的时候 就看不到周边的情况 失去平衡感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退越一步来观察现在的状况 然后再进一步的加以推进 另一边的侧发区也要进行同样的修剪处理 侧发区利用后脑区前上方15度的线条的延长线进行修剪 为避免发线上出现了断层的空缺 修剪出了小层次来 造型的时候应该结合头部的圆弧度进行修剪 请学习此部分的造型技巧 请稍稍移步去其他的位置 对梳理的线条发竖线进行观察确认 这样就修剪出了前上方15度位置的包勃基本发型 Port 为了令左右侧的头发长度相等 设定完一侧的头发长度以后 另一侧的第一竖头发的长度也要同时进行设定 利用头顶的高度将分成上下两层两个部分 后脑区的引导基准线 也是正中线 位于正中间 利用一厘米宽的纵向发片 来区分头部正中线的位置 进行后脑区的小层次角度设定的时候 将发竖拉至水平线下方45度的位置 估算好决定外围线的厚度和重量位置的长度以后 再与剪切口间进行衔接 确认 确认左手手指尖 应该是以45度的角度指向后中区 同时 发竖没有出现扭曲的状态 这样重量的位置 厚度就会被确定 后中区上的重量点是利用下额方向前上方 约10度到15度的线条来勾勒制作的 第二竖 拉向地面方向下方45度的位置 到颈角区的这段区间 都是将发竖与头皮呈垂直状态进行提升处理 从第四发竖起 都是将发竖向前或者是向后拉进行修剪 将发竖向前或者向后拉修剪 Over the relation时 要把发竖拉向前一发竖的位置 取角度的时候 要令左手手指尖与发片线相平行 为了避免将体现厚度感的发竖位置剪得太多 请对角度做适当的调整 将头发梳理成反射状 为了令重量感聚集在前下方的位置 修剪的时候 应该将发竖向后拉 到耳上点之间的这段区间 都是要拉向前一束发竖位置进行修剪 为了避免耳后面出现断层空缺 请注意指头的放置角度 Pot 为了令左右相对称 左右侧应同时进行修剪 侧中主线附近将发竖拉向两个发竖前的位置 同样关于厚度分量的切入确认和重量点的位置 先计算向前下方行动的时候 需要将发竖向前拉出的量 然后再加以确认 请在实际的修剪作业中 对此技法加以体会 发竖线会循序的发生行动 在厚中区原本是垂直的发现 到了前侧发区的时候 则会变为倾斜45度的角度 此倾斜在制作重量点的前下方线的时候 就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 请注意并角度不要取角度 这样下层区就修剪出了体现前下方重量感的小层次了 另一边的侧发区也要同时进行同样的处理 左手的位置将会变为相反的方向 手指头会由朝后颈区中央位置的姿势 转变为朝相反一侧的手指根部的姿势 此时应该稍微做一步观察发竖的现在的状态 左右侧的角度是不是相同 位置是不是相一致 为了避免发竖发生扭曲 握持时发片线应该与手指处于平行的状态 另外一定要对厚度点进行确认 此时前面修剪部分强调的是小层次感 之后强调的是厚度感 修剪的时候要估算一下保留厚度所需要的小层次量 这样下层区可体现前下方重量感的小层次部分就修剪出来了 over direction 的修剪的时候 利用后中区正中线拉出的角度为水平方向下负15度的角度 请先勾画出该发线 令其成为修剪角度的延长线 顶层区第一条线就已经是处于已经设定好的状态了 破了 注意外围线不要修剪得太深 从头顶部起采用成发射线状的发片修剪后脑区的部分 这里的注意点就是利用梳子梳理头发的时候 要从发根部起将其理顺 梳理时发术的拉力强度要保持均匀 另一点就是发术的发片线 要与左手的手指状态保持平行的状态 另外下一层区也一样要进行over direction 的修剪 侧发区要分成45度左右的斜向发片 后面要采用接近与拉减的发式进行修剪 结合前下方的小分层基本造型 边将发术略拉向后方 并以over direction 的方式进行修剪 该发片线不能够确保的话 修剪的小层次也就无法体现出基本型发线的角度 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另一边的侧发区也要进行同样的修剪处理 这样整个头部就修剪出来了小层次杆 至今如此 5这个方式进行到来的 整个修剪过程到此结束 再检查一下后中区的顶部 以及前额区左右的角度 发长后 整个修剪工序就完成了 Pot 小层次线要修剪到侧发区的角度处 要令后颈区和耳部周围的外围线 修剪得更为紧致 包勃线条要修剪得很有棱角 设计的要点在于 针对后脑区至下额顶端部位的前上方的线条而言 从相当于鼻子高度的重量点起 至前方位置 要修剪出一些向前下方延伸出来的小层次的造型 整个设计理念中追求的是 简洁的造型中流露出一定的圆弧度 以及其锐利的线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